可以啊 我的 好 现在在测试声音可以吗 也不可以还是太小声 今天可能你们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今天那些在在电视前面看的 或者用视频看的 可能不知道这个客室 哇 很多跌的卷子 我们不能够动 那么感谢主不管 在怎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神都还是保守 今天虽然有点感 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 Max弟兄 这几次他处理的 就是都能够在紧急的状况里面 把这个这个视频给 设立起来 那感谢主 我们 这个星期啊 记得 必须的为我们的威武弟兄祷告 他有这个 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 可以说最近 这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息 现在是算是好多了 那么还在康复之中 你们记得为他祷告 那今天 还有就是为我们的 Ammon的父亲李国华 弟兄 也为他 记得为他祷告 在 这几天 他的这个 化疗 不是化疗 对不起 电疗 方面他有一些进展 那么记得继续的为他 祷告 希望 神在他生命里面工作 让我们都可以 让他 让神可以借着他 或者神 借着他不是可以 是神要借着他 显明他自己的恩典 他的能力 感谢主 好今天我们将会看 彼得前书第3章 第8到12节 这里 要谈到的 仍然 12节 我今天给一个 标题是 信徒的处事之道 应该这个处事应该是世界的事 但是我在这里放这个处事之道 是有差别 但是 在这里 我们 来看 彼得前书3章 8到12节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一样的 我们还是会来看上个星期 我们所看的 3章1到第7节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那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天的父非常的感谢你 今天借着 啊 这个视频 仆人可以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们分享 啊这个 圣经里面的 教导是 父神里让仆人 所看 看见的 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祝福 让我们每个人都因你的话 也不是仆人所说的 乃是 你的话 被解开的时候 让我们都从中得到父神里的这个教训 让你的话亲自在我们心里工作 不把一切交托在你手中 你来引导 做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 阿们 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了 体德前书3章1到第7节 照样你们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的丈夫 他们虽然 没有道也可以借妻子的品行被迎的过来 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我们 可以看到上个星期 在谈到丈夫和妻子之间 其实 主要是用了6个 经文跟 来谈到妻子 做一个信徒的妻子要怎样 做一个 这个 丈夫的 这个信徒 或者是信徒在 做丈夫的这件事情上面要怎样的对待妻子 这里没有谈到儿女 我们知道主要就是夫妻之间的这个 关系 那么我们 上个星期看到一的二节里面很清楚的 说到了其实做妻子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需要顺服 顺服 那么 这个顺服我们也知道是在什么 是 像 是以基督作为一个中心的这个顺服 在这个 以基督作为这个 中心的这个顺服 就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看到敬畏的心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以神为中心的这个顺服 他的 我们 妻子所作所为和他的 待人其实都是 根据着这个神给这个妻子的教导 那我们 看到了 就是 这样就会把 可能会 他没有说一定 他这里不是一个应许 很多人啊这个是应许 其实不是啊 神在这里讲说有可能这样就把他的丈夫 给什么 迎了过来 迎了过来就是让他们 从起初本来是反对这个 就是 福音的啊 那后来接受了他的妻子的福音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什么 圣洁的一些外在的表现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思想会是怎样的 我们知道他是以什么为中心 肯定就是以基督作为中心 而是 以基督作为中心 那么他是也是以内心 里面的美作为中心 而不是主要 不是以外外表的这个 美啊 那么所以彼得前书三章 三节这里说到你们不要以外面的鞭头发带金式 穿美衣为装饰 而要以心中所隐藏的这个什么 人 就是 那不朽坏的 温柔 安静的灵为装饰 这在神眼前是极宝贵的 所以神 一个 以基督作为中心的人 就是以神作为中心的 神宝贵的东西正是他所宝贵的 那我再说一次不是说圣经完全的反对 就是一个女性打扮之类的 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以哪一个为重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到最终是以我们里面的那个人 里面的这个人为重 就是圣灵 在我们里面 引导我们 带出一个什么温柔和安静的这个 性情 就是属神的 就是通过这个温柔和安静 在任何情况之下 看到都能够温柔和安静 就算对自己似乎不公或者是很 甚至丈夫用 的所说所为 甚 不能够引起他 这个好像一般人的这种 顺服 这个做妻子的还是要去顺服他 而我们看到彼得 在这里就用古时信靠神的圣洁 妇人作为一个例子 他说就是以这样一个 温柔和安静的灵作为装 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 那上个星期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撒拉 他 两次 这个亚伯拉罕就说在 人面前称他为妹子 而不是丈夫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看到了 撒拉仍然是 非常的这个顺服 而且他也不因恐吓而害怕 他不是因为害怕 他的这个 亚伯拉罕 所以他 什么顺服 还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关系 他顺服 因为对神的关系 而在需要把这个 以色玛丽 跟 他的丈夫 就是亚伯拉罕说 不能 他的这个 应许之子 以撒不能够跟这个 以色玛丽 一起同受这个 神的应许的时候 他要求 亚伯拉罕就是把这个 以色玛丽 这个下甲给 赶出去的时候 那 神说 叫亚伯拉罕听他 所以他 在要做的 办的事情上面 你发现到 主神的妇女他会 做出相当果断的这个决定 他说如果你们若行善 不应恐吓而害怕 就是做好的 人家仍然 要恐吓你 那我们不需要害怕 我们便 便是撒拉的 所以这 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妻子 主要就是 顺服 以内在的这个 品行 就是内在圣灵感动的这个人 活出来 主要就是温柔跟什么 安静 温柔跟安静 妇女很重要的 做妻子就是 温柔跟安静 那 丈夫呢 同样你们的丈夫也要按姿势和妻子同住 因他是比你软弱的 器皿 一同 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妻子 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害 上个星期我们也看到作为一个丈夫 按姿势 不是按感觉 是姿势 我们知道妻子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女性的 他们生理上的一些问题 他们 比如说会怀孕 这些我们都知道 按照这方面的这个知识 我们 来和他相处 因为他们的确是某方面来讲 的确是比较软弱的 不是在讲 啊 单单是在讲这个 啊什么 肉体上的 啊 这边指的是一般 我知道有些妇女是记上比很多丈夫还要强壮 他们什么都是 啊 啊 家里的主要终活还是妻子做 但是这里一般上讲的是 啊 一般上的情形而且还有就是在情感方面啊男孩子 一般上应该也要不要坚强一点 在面对最大的这个灾难的情况下啊必须 复起这个建立的工作 要知道他是 啊 妻子是和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要记得他和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特别是在古时 比如我们讲到那个背景的时候还记得啊 古时一般上的妇女其实他们如果没有一个丈夫保护他们啊 其实在社会里面他们通常会受欺负 对这是 当彼得写给当时的信徒的时候这些都是很清清晰的啊 那么与你们 他啊妻子是跟丈夫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不是只是丈夫而且 一般上丈夫信的主你发到妻子也会跟着 相信 孩子也会 但是不是倒过来啊是妻子相信那么丈夫跟着相信 以前的情况 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要敬重妻子 这里面就是按知识和妻子同住 我们看到 要 知道他是和我们丈夫一起 承受 生命之恩的 所以必须要敬重他 那最主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做一个丈夫的 这样做的时候就要叫你们的祷告没有这个阻碍 因为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两个人会一体的这个祷告 是非常强而有力的 因为不是两个人在祷告而是一个 这是很重要的 那今天我们来看彼得前书 三章 8到第12节 我们先来 读一遍 最后 你们都要同心 彼此 连续 相爱 如弟兄 纯同情 千功的心 不以恶 报恶 以辱骂 还辱骂 祷要祝福 因为你们是为此蒙糟 好叫你们承受 福分 因为人若爱 生命 愿看到好日子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 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也要离恶行善 寻求 和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因此 主的眼看顾义人 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 唯有 唯有行恶的人主向 他们辨念 当我们在读 彼得前书三章8到第12 节的时候 其实这段经文 是 他用最后 最后如果你们读和合本的话 是用总而言之 英文好像是finally 就是 最后 那最后就是说 他谈的东西到了最后 最后的 可是你们发现彼得后面还有很 很长的 东西 很多的东西在讲 人音就是他这 他这个最后 是指二章11到37节这里的教导 他做了一个总结 那我们知道这里面有谈到 信徒的一些 行 就是怎样的去 处事 就是包括了这个 信徒的态度应该是怎样 对待仆人的 后来谈到了 怎样的去对待这个 丈夫跟妻子是怎样对待丈夫 丈夫要如何对待妻子 就是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 再回到二章 再回到三章第 八节的时候 他用最后 最后 所以 我们 往下读将会发现到 三章八到十二节 他是又回到了信徒的一般的这个 处事之道 那今天我们来这一段段经文的节 也不是一段一段了主要我会解释第 第八到第 九节啊 然后后面 10到12节我将会一起来看 因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在总结的时候最后 最后 你们要同心 就是有关于 2章11 一直到3章7节这里 这个教训最后你们都要同心 彼此 连续 相爱如弟兄 存同行 千功的心 我们现在来看最后 最后的意思就是一个 总结的来说 总结来说正如这个我们这个庆定本这里用最后 他的意思 原文就是这样 但是我合合本就用 总的来说 就是 他的意思也的确是这样 就是 总结的来说 把21到第 13章第7节 总结一下 你们都要同心 同心 就是一个心思的意思 英文好像是用one mind 就是一个心思的意思 我们 这 这个总结的这个同心啊我今天会把 这个重点放在这里因为这是在 信徒的生活里面特别是教会的生活信徒信徒之间生活 这是最重要的 同心 我们看一间教会里面或者是一个国家里面或者是一个团体里面 一般上团体就是指很多人教会也是团体啊 基督徒也可以 很多这个我们的 之间也可以主持组成一个团体 当然教会本身就是一个 属于 信徒生活的一个团体 而且也是基督的身体 那人一多就会有很多的心思 每个人的心思都不一样 很难合作的 你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 我想法 甚至信徒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 我们的心思都有可能不一样 而要如何使得每一个人都共同的有一个心思呢 我们只要想一想 关于这方面 当我们与一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 或者当一群人在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 或者一群人在面对共同的灾难 就比如说一个国家 或者是在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被外敌侵 侵略的时候 共同一个相同的灾难 一个村庄或者是一个 地方 在面对着比如说 一场很大的火灾 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都面对着需要去抗 和这个危险 对抗他们自己就要保存着自己的生命 这时候我们发现到一群人对吗 他们都相对面对着共同的这个灾难的时候 为了解决这个灾难或者这个危险 或者是面 怎样的把这个敌人给进退 我们就要成了就往往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发现他们 很容易的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心思对吗 这个心思就是我们要讲解决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危险 我们都面对一个问题怎样的解决 所以 你发现到就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人通常会有一个心思就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 明白吗 所以某个人要完成一个目标 带领众人面对这个目标 并 推出如何实现 跟 实现这个目标的这个计划的 的人 的时候那很多人就听到了这个 他所所提出的一个目标 一个计划 因为为了完成这个目标跟计划 你发现到这些人都受他的这个可能演讲影响 结果 就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些人的心记在一起共同的要去完成一个 目标 这个目标 和计划 那你就发现到这时候他们就会在这些事情这个目标和计划上面就会同心 就好像在 我记得以前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虽然现在我们看 我看到一些 对那个历史 我 不是说完全了解 但是有一段历史我知道就是当 这个中共本来是中国共 共产党和 跟这个国民党 本来是不合的 但是为了打败 打退这个 什么 日本兵对吗 那么他们首先坐下来就弹劾 所以两个人就齐心的 本来是敌人的 你看为了共同的一个敌人他们 就是为什么他们会会联合呢 毕竟在 种族文化各方面 他们 都是属于华人 而日本人不是 所以为了 他们有一个要复兴中国的这种想法 然后他们先坐下来说我们先打 打败了这个什么日本人 打败了之后我们再来谈我们之间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 这时候你发现到这个就是一个 共同的一个目标 建国也是这样 建国那么 你发现到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如果他是很为了 很有计划很有目标的 在这个国民的面前一直谈到 讲的复兴这个国家 很清楚的 让到整个国民能够 带领整个国民都有一个很清晰的 跟着他的指示去做的时候 你发现到这时候人民就会同心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指示 所以信徒要怎样同心呢 我相信我讲到这些之后 你们应该知道的 答案是什么 答案就是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或者是在神的话语 答案就是在基督的身上 或者神的话语 因为我是像这种 我没有看到后面的荧幕 谢谢 他们在提醒着我 所以人多 就有不同的心 再加上我们本身是一个罪人 你发现到每个人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两个最相爱的人到最后结婚在一起 家庭都还是很多问题 你可以想象我们人真的是很复杂 所以当彼得说你们要一个 要同心的时候 这种情况是要怎样同心 答案其实就在耶稣基督的 身上或者是在神的话语 基督就是神的话 道成了肉身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 留意一下保罗在这方面 有相同的一个教导 在斐利比 在斐利比书 第2章第1到第2节里面 保罗这样说到 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有什么 爱的安慰 有什么 圣灵的交通 有什么 慈悲与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一样的意念 所 的喜乐可以满足 所以 你发现到保罗就是要求整个教会 斐利比教会有一样的心思 一样的意念 那我们 看他怎样的教导 这个斐利比的 信徒 在斐利比书2章5节 他就说你们当以基督 耶稣的心 为心 那就只有一个心了 对吗 我们有一百个人在这里但是每个人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一个心了 所以这个同心就建立在基督的 这个身上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几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 从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给他一个超乌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必因耶稣的名 屈息 万口必承认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 父神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是 在这世上 神所做的 给我们的救恩 其实到最终乃是要借着这个救恩来荣耀他自己 而我们也就在基督里面同心 还有可能什么 荣耀归于 父神 就是万口必承认耶稣基督为主 这更是我们的这个 信徒的一个最主要的责任 既然信他为主 他就是我们的主人 他所说的一切 我们就按照说他的话去做 这样就会同心 使荣耀归于 父神 所以基督的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在约翰福音里面 耶稣的教导 在约翰福音 第15章第9节里面 说到什么 我已经 爱了你们 正如父爱了我一样 你们要一直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就住在 他的爱里 你们要彼此相爱 正如我爱了你 一样 这就是 我的命令 所以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当 耶稣在讲这几句话的时候 他的教导是什么 这个爱的教导是以他自己作为中心的 对吗 就是以基督作为中心的 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 可能在读的时候 我们没有留意到有时候 但是15章9节说我已经 爱了 所以你们要一直在我的 爱 这是耶稣的什么 心 所以我们若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 所以就是以他的命令作为一个 遵守他的命令 我们看到了就在他的心思里面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就住在他的爱里 所以接下去他在 5章 第12 刚才是 我没有把11节放入 因为直接跳 就是 他这里面直接谈到 你们要彼此相爱 正如我爱了 一样 正如我爱了 一样 所以我希望 如果你们有看这个视频的 那我希望 那我希望我在想可能你们可以和我一起 再把这约翰福音15章12节 一起来念 你们要彼此相爱 正如我爱了 正如我爱了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而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 有 关于这方面的启示 这是神在撒末尔记上里面 我们看到 他跟一个叫以利的 这个祭司 启示了一个关于这样 这方面的真理 当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要留意 撒末尔记上二章第29到 第2930 然后我会跳 34到36节 2930我们先来看 我所吩咐 现在我 居所的祭物 你们为何 见大 尊重你的儿子 过于尊重我 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 菲吉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我曾说你和你父家 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 因为 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 鸟是我的 他必被轻视 那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说这个以利蝶是他呢 或者是 他要 轻视他呢 撒末尔记上23章34节 就有一个答案 他说你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 菲尼哈 所遭遇的事 可做你的迹象 他们二人 必 一日 同死 我要为自己 兴起一个忠心的祭司 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 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 他必永远 行在我的 受告者 面前 你家所剩下的人 都必来叩拜他 求快银子 求个饼说求你给我祭司的职份 好叫我得点饼吃 所以以利因为他的儿子本身就是 做错了 就是冒犯了神 本来给神的东西 应该先放给神 交给神的东西 他们自己先 先拿 拿了过来 分给自己 所以这些 再加上他们的孩子又跟这个 灰幕那里的 管理的 灰幕那里的那个一个妇女 有着这些 啊 嗯 啊就是 不光彩的这个关系 那结果造成我们看到 虽然以利有 有讲他的这个孩子 要知道以利这时候不只是 要以一个 父亲的身份来 教训他 还要以一个祭司的身份来教训 他的孩子 就是这时候 同时 他是以父亲的身份要教训的时候 同时也要以一个祭司的身份 来命令和 责备他们 但是他好像并没有这样做 所以神这时候我们发现到他 神就说他其实并没有造 他的心意 来去 做 做或者管教他的孩子 也包括了管教做一个祭司来管教他的这个祭司 所以神要把他的这个 就是两个孩子给剪除 而神自己说什么他要造他 他要为自己 我要为自己兴起一个中心 他必造我的心意而行 所以神始终是什么 要我们人追随他的这个心意 这里我在讲就是 如果每个人都追随神的心意 整个以色列就可以同心了 对不对 撒末尔记上二章三十六节 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 对不起 撒末尔记上十三章十三节 这是另外的一段经文 是跟这个 扫罗王有关 就是撒末尔对扫罗说 你做了糊涂事了 没有遵守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若遵守 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 知道 永远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 和他心意的人 吩咐他做百姓的 首领 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那么我们看到 也知道这个符合神心意的王是谁 就是什么 就是大卫王 我已经说过了 在 读这个旧约的时候 特别是撒末尔记上下 其实不是在讲撒末尔 是在 谈到关于这个 大卫王 大卫在 这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 他的兴起 神说是符合他心意的 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以神为王的王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在诗篇51章16节 这里面 16到19节 这是大卫所写的一首诗 当时他 犯了这个 他跟 他抢脱了别人的妻子 这个跟这个88 就是有 狗和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犯了这个奸淫的罪 他犯了之后那么后来神就 借着拿单来 宣布 他的审判 那在诗篇51章16节里面 16到 其实整个诗篇 51章 51篇就是他的一个忏悔的诗 我们看到 他是怎样的 他是怎样的写 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 不喜爱祭物 若喜爱我就献上 还祭你也不喜悦 他就是 知道神的心意的人 神你不喜悦 所以 什么 我不献上 如果你 喜爱的话 我就献上 主要说神所要的祭就是破碎的灵 神啊破碎 痛悔的心是你 你必不倾看 他对神的了解 他了解神的心意 所以他是追随神心意的人 神所要的祭 是什么破碎的灵 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 忏悔 求你随你的美意 善待西安 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你必喜爱 公义的祭和 环祭并全身的这个环祭 那时人 必将功留陷在你坛上 所以这些我们可以看到都是 就是这个神 神选了这个合他心意的王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符合神心意 你发现到他的诗篇里面就显 很清楚的显现出来 而在他犯罪的时候 他更 我写的是更清楚的带出了他对神的这个了解 创世纪 5章21 一直到第24节 我们看到以若活到65岁生了 马士 马土撒拉 以若生撒土马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 生儿生女 以若共活了 365 岁以若与神同行 神将他娶去 他就不在了 留意以若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就是跟神走在一起 神怎样走他就怎样走 这就是完全跟随神的心意来行的一个人 神喜欢他所以将他请去他就不在了 所以我们可以留意 彼得在谈到这个最后 他讲到你们要同心 同心 怎样同心 去想每个人的心都不一样 就在基督里面 我们以基督的心做我们的心 发现到我们才有可能同心 我们要同 你们要同心 同心在什么地方 我们 在 主要 首先是在神的认识 对神的这个在神的认识与 顺服上同心 在对神的这个认识上面呢 追求神 追求 对神的这个认识上面 还有神说过什么 我们 必须要顺服 在基督里 同心 刚才我们 谈到的 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 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 我们就在他里面 用同意的心来 事奉神 在教会的事工上 我们 就需要同心 就是 看到 基督是要我们怎样的 去建立这个教会 借助这个使徒的口传出来 那我们就按照着他的什么 教导来建立这个教会 然后在家庭的建设上 我们同心 夫妻两个 刚才前面已经谈到了 丈夫跟妻子要怎样的相处 这个就是一个 建立家庭的一个 建立一个婚姻家庭的最主要的一些 教导 所以必须在这些地方 听取神的这个教导 夫妻 同样的 可能妻子 会在 丈夫提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或者谈到一些 建议的时候 妻子要把这个丈夫 顺服丈夫如同什么顺服基督 那么丈夫 爱这个妻子又同时必须要 像基督爱这个妻子 一样的去爱他 就在这种情况里面去建立这个家庭 你发现到家庭没有时 我们说特别是今天的这个家庭社会 啊 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 以前呢 你 你只无才便是德 因为男孩子讲话了 你心不懂就 就是很容易顺服啊 今天呢每个人都有知识 都有 都有知识都要做主 你知道吗 都要靠做自己的知识来做主 但是我们不是靠自己的知识 最主要是靠圣经的知识 你发现了这个家庭才会 和谐 但是我不是说是 事上的这个知识没有用啊 我们要斟酌一下 所以在这些 事情方面啊 有时 可能现在的女性啊 他们的这个教育 程度很高 甚至在某方面 他们所读的 所认识的东西 可能都比丈夫多 他们就为什么我要顺服你 我不不愿意 不可以 但是丈夫你去想一想他只是 他并 没有违背圣经里面任何东西的教导 可能在世界的知识上面 比不上 不要紧我们 顺服他 很重要的这一点 那渐渐的在这个顺服过程中 你可能丈夫也从妻子那里学会了一些东西 以后处理事情 可能就 更加的能够同心 他会顺着 他会知道妻子怎么去想 所以 留意 在不违背 基督的这个教导里面 他会顺着这个 就是懂得 妻子的心 这时候你发现 顺服了 那爱他就会懂得怎样的去 计划一个能够让他妻子 什么 喜喜乐的一种 就是 顺 能够顺着他妻子不违背 神的旨意的 这条 道路上的事情上面 往这样的去计划的时候 那就容易顺心 所以夫妻在孩子的教导上同心 就发现常常都有这个我常发现到 夫妻之间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没问题 第三个孩子来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了 每个人根据自己所知道的孩子的 这个教导孩子的方法来 来教导孩子可能丈夫有一套妻子有一套 那现在不要说什么 当我们去这个 在这个 这个 如果在这些 世界里面 有很多 不同的方式来教导孩子 对孩子 其实我发现没有一个学说有可能是完全适合的 明白吧 有时真的是有些孩子就是要 要硬的 有些孩子就是要软的 有些 有些是软硬都不吃的 这些还有一些就是学习比较慢的 这些其实都要根据孩子的这个需要 我们真的是 去了解一下 然后来 互相的必须要做下来讨论了之后 那么在教孩子的教导上面同心 这很重要 所以 当他说 你们要同心的时候 不只是 只做信徒之间 夫妻之间 教会的这个工作 我们的这个 弟兄姐妹之间 要怎样的一起去建立这个教会上面 都是很重要的 而 先前我已经讲了要同心 还要有一个就是带领的人 所以 一般上有一个牧者在那那里做一个罪 就是按 照着他对圣经的认识 吩咐我们怎样去做 那我们按照他的计划去行 这是做我们可以给意见 但是到最终 必须 顺服在他的掌权之下 这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发现到我们会同心 当然如果 我们也知道 如果这个教会的牧者在一些教导上面 形式方面已经完全违规的 以圣经为标准 那我们就必须要知道的 这一点上面就要提出来 不能够跟他同心 因为教会是按照这 圣经的教导去做 这是很重要的 曾经有一 一件事情是我在这里想提起的 有时在教会里面会有一些 事情可能这个牧者所 所讲的 我们说圣经上没有在这方面有清楚的教导 但是他却下了一个命令说 其实不可以这样 就比如说你孩子 只能够穿什么 裙子不能够穿裤子来 你圣经上没有这样教导 但是这个牧者其实他有一个 虽然没有这样的教导 但是他觉得 这样是比较像女性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听 那我觉得应该听 应该听他的不是因为什么 最主要的是根据一个经文就是 什么他是你们的牧者 你们要听在教会里面给你们带领的 至于你是说他这个符合不符合标准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可能 这个不是圣经上的教导 就算这不是圣经上的教导 但是 我们不可以说是也不可以说不是 不可以说好也不可以说不好 那这时候怎么的情况呢 我们就按照这 神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要听从我们什么 这个带领人 那在这种不能够 分 有个清楚的决断的情况之下 牧者就可以做一个 他发号的这个就是他给的这个指示 我们就按照这去做 是非常 在我看来不是一件难的事情 这样我们教会才会有一个同心 B 彼此这个连续 在 在这里这个连续我去查了我看到只在彼得 这个缘武里面只在彼得前苏联出现了一次 但是他基本上 彼得用这个字的时候 的确他是自此连续 他这个连续是有一个相同的感受 好像我连续你我对你一个 感受一个相同感受 为什么特别是指在受苦上面 这里我们 可以提到 在 彼得写这封信的背景的时候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的信徒很多时候都是面对什么 传福音和信主 而面对这个逼迫 逼迫 所以他们可能都是在 共同的在这些是 经历上面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所以彼此连续 就是说能够知道他们在这些地方受苦 而能够互相的去扶持 扶助 明白 我在想 彼得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因为这个 这个字我去查的时候他是说在这个 这个连续 是在相同的感受上特别 与指导受苦这方面 就因为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 所以我们信徒其实都是因基督我们受苦 是吗 与基督一同受苦 传福音或者是 为了遵循基督的教导 我们 因为这样我们受苦 我们同时也与基督一同受苦 我们 而也为基督一同受苦 所以要互相的去体会 明白和了解对方的苦 可能在处理事情方面不一样 就比如有时候 有 有时候有 必须这样讲 有时候有的 弟兄姐妹 他们的看法可能 就是 有点不一样 就比如说传福音 有的人 他就说哎呀在这种情况下 你少讲几句 你不要去讲太多关于耶稣 可是有些人他内心里面就是要讲 没办法知道吧 结果讲了之后 你发生了一些事情 都是你了都是你了 我们可能就会以这种方式来 其实他受苦 我们应该 我是觉得反而我会觉得 我佩服你 哎呀感谢你去传这个福音 另外一个他 他暂时不讲 他 到 某一个恰当的时候可能他才 什么 带出这个信息 可是在带出这个信息的过程中 也有可能面对着另外一些 情况的发生 这时候有些人说 什么我都告诉你 不需要看这个情况的 你直接讲就是了 就是你按照情况 也是还是会发生 这些其实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 我觉得我们要彼此互相了解 而不是在那里互相的埋怨 明白吗 我相信 当时的信徒正在面对的也是和我们今天 在为这基督受苦的这个 啊各个方面 都有一 都很接近的 而且 他们当时 应该是比我们现在可能来的更苦 我当然我必须讲我是在新加坡 我们新加坡 我必须这么说 我们 基督徒在 啊面对这个逼迫方面真的是比起很多其他 一些国家少 啊 这比如说在印度啊 有些 啊 难道人甚至 为了信主真的是把他们的生命都给什么 啊 破上去了 就是 破破出去了啊 破出去 那我们在新加坡在这里似乎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 最少我在新加坡还没有听过 为着基督啊 结果家人把他给砍死啊或者是 面对着种族的这个避害 啊 到他死 相爱如弟兄 这这个相爱如弟兄也是在彼得书 书里面出现哦一次我查的时候 就是 如 弟兄般的这个相爱与耶稣的教导其实是 彼此相爱我相信是一样的啊 所以在这里虽然字也不一样在这里只出现一次但是他的这个内 内涵是一样的 他的教导 我们看到耶稣在丁十字架之前呢 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是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 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将彼此相爱 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 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 门徒了 所以这个 保如 不是保 彼得在这里谈到啊 你们要相爱如这个弟兄 他这边特别强调这个是弟兄之间的这种爱 可能这个字 所以他的翻译用成这个相爱如弟兄 那我们的确我们要好像弟兄 姐妹这样的一个相爱因为我们同样的都是 借着耶稣基督重生进入神的国度 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一个成员 所以非常重要的 纯同情千功的心 这里的意思应该就是为有 这个面对这个苦难或者艰难的人用仁慈的心去关怀 去关怀 谦卑是指 这里面 患到是有礼貌的一个心 这个谦卑是显在这个非常有礼貌的这件事情上面 在这里 这就是彼得在这边给我们的这个教导 我们可能有些东西我们没有经历过 但是当我们看到 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有些困难的时候 就比如在教会里面有些人 有些弟兄经历了这个苦难 他信主的过程可能比别人还要来的 更加的辛苦 就好像我在刚刚信主的过程中 我在 停车场 睡过 因为不能回家 有些人就不是 我记得我们 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个弟兄 他睡过在公园里面睡在那 长凳上面 或者在一些 屋子的底 那是底层的 也睡过 没有地方 没有地方去知道吗 那 他当然是因为来新加坡的关系 因为 这个 要在新加坡 找一个地方 找一份工作 可能暂时之间 他一时之间 没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 金钱 钱来租这个屋子 所以他暂时要这样 这样的去 在外面过夜 那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带着同情 和这个 同情的心 仁慈的去关怀着他们 而且 必须要很礼貌的去对待他们 不可以说哎呀你是这样的 我就 似乎 以一个很没有礼貌的一种 心去对待他们 彼此之间 有些人说话可能比较粗 对吗 说话也比较大声一点 我们可以叫对方 小声一点 我告诉你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粗鲁的人 有一次我在 一个 一群人面前我吃 吃东西知道吗 是这样的 你们知道吗就是发出很多的声音 我 我不知道 这样有一个 姐妹他就这样看着我一下 我看着他一下 我就好像突然间 知道他好像在告诉我你为什么是这样的 他不是轻视我他只是一时 所以觉得为什么 你吃饭这么 吃东西这么大声的 这时候看我就开始留意到 不能够这样 但是他还是他并不是藐视 而也不是轻视 他只是一个 眼光看着我的时候 那如果 有时候这些行举动行动 他们弟兄姐妹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 社会里面在一起的时候那个 文化层次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们绝对的不可以轻视他们 所以我们必要从 从勤和 千功的息 我们去和这个弟兄 相处 甚至 跟不信主的人 我们也是要懂得怎样的去帮助他们 特别是当 有些人 你发现到 不只是 我必须要讲 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 为什么不信主人是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我在看 我们信主人也 也犯相同的错 只是 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 明白吗 可能比较 比较 在另外一方面 而不是在 和他们相同的一方面 那我们说不可以 有些人就是会轻视别人 但是其实 信主说我们也会做这种轻视别人的这种 本来我们知道不应该的 但是你不知道 我知道 很多这些信主的 有时他们 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有这种轻视别人的这种 这种心理 但是到了 到了他们在 不断的学习圣经的话语的时候 自己审查自己的时候 在回想神让他们看到 其实你和他们没有分别的时候 我们可能才知道 对 我们需要改过 所以 都 要留意 我们必须要跟弟兄姐妹们怎样相处 带着同情千功的心 很有礼貌的 就算他们做的不好 指出他们的问题 但是当 责备的时候还是要责备 我必须这样讲 通常责备不是第一次就责备 一般上我觉得第一次我们给人机会 对吧 经过两三次了之后 如果还是犯相同的错 那我们就必须 可能要 我们就 要去责备 彼得前书三章第九节说 不以恶报恶以鲁骂还鲁骂 祷要祝福 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 叫你们承受福本 我们来看 不以恶报恶以鲁骂还鲁骂 祷要祝福 其实那就是耶稣 一本上的教导 当时 耶稣在 跟这些众人谈到 关于这方面的教导的时候 彼得其实是其中的 一个跟随着基督的 门徒 马太福音 第五章三十八到四十六节 四十八节对不起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仪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 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向你借贷的 不可推辞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灵死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祝福那咒诅你们的 善待那恨恶你们的 恨 恶你们的 为那 恶意利用你们的 和逼 迫 你们的 祷告 是不是很接近 你看到彼得在这方面的教导 跟 其实就是来自他对耶稣的这个 他跟随耶稣的一个结果 他也在这个时候把耶稣的教导带给这个信徒 所以你发现他是与基督同心的 所以这些教导并不是 他自己的 是跟着耶稣 在心灵里面 曾经 感化过他的 但马太福音5章45节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 日头造好人也造 恶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 不义的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赤呢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 你其他人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税吏也不这样行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 再说一次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在天上的父 是完全的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神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拯救 其实就是要我们完全像我们的天父一样 这个我们在 彼得后书里面更清楚的看到 其实神 神已经把那个圣灵赐给我们 我们追随着圣灵 我们就会 越来越像 离开这个肉体的这个 辖制 我们就 能够越来越像这个 基督 就是能够像天父一样的完全 但是我必须说 我再讲一次 今天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一直都是在这个肉体里面 我们始终不能够完全 必须到我们离开了 等到基督 第二次再来我们一个新的身体的时候 那就完全不同 所以彼得是与耶稣同心的 他也要信徒与那 与耶稣同心 他也把基督的教导带出来 看到 是一样的 因你们是为此蒙招好叫你们承受福分 所以我们看到信徒因为因你们是为此蒙招为什么蒙招 原来我们信徒是什么通过受苦蒙福分的 我们是 这个目的啊 是为着这样的一个蒙招的目的 你们为此蒙招好叫你们承受福分 怎样 我们蒙招是 很多人蒙招 首先想到这 我们看到这 我们要承受福分 但是你看 你们 因你们是为此蒙招 前面没有读 前面是什么 我们 留意一下 回去前面的经文 不要以二八恶以鲁骂还鲁骂 祷要祝福 我们是为此什么 蒙招的 反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是为了蒙福而蒙招的 没有错 但是 把这两节经文 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 我们是通过 所谓的这个受苦 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同 跟随他的脚踪 活出他的样式 经过这样的一个 方式 我们蒙受 神的祝福 所以好叫你们承受福分 所以通过这里 我发现很多人所追求的是物质上面的东西 我再说一次 在新约里面 当我们 经历过了不以恶报恶 不以恶报恶以鲁骂还鲁骂的时候 你发现到 我们还能够去祝福人的时候 你发现 当你做到这一点 你就明白那个福分是什么 对吗 我们开始改变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大多数的人都是你做 你做出于我做事 我不要说什么 有时候我们心里都会这样想啊 你做出于我就要做出 真的很不甘愿 知道吗 我就是想 太不甘愿了啊 但是 到最终神的话感动我们 我们能够做到最后这件事情 很多人常讲一句话 我说我以前在想啊 是很像是对的 forgive and forget 就是你你原谅了 你忘记 其实最后我发现到哦 你要做到的事 你能原谅你不忘记 但是你还能原谅 这才叫原谅了 忘记了 其实不是原谅是你忘记了 你想起来的时候 你还会很生气有时候 这样 但是真正的所谓什么原谅啊 其实就是你就算你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那件事情 对你已经不再有影响 这叫真正的原谅 所以 很多人 不以恶报恶哦 以辱骂还辱骂 这个才 我觉得以辱骂还辱 你们这里多少个人能够做到 我在视频面前的这个 听到我在在 传信息的啊 你们属于说到这一点 不以辱骂还辱骂 多少个人在被骂了之后 在被人侮辱了之后 在被人讲了之后 你可以不还口的 我觉得真的 然后我们都是一下子那个 你被冤枉之后被人讲到一无不止之后 你立刻我可以告诉你 里面的那股气就要上来了啊 就要 就要去顶回去了是不是 哎呀真的是很难的我觉得 但是你发现到 他要你做到什么 祷告祝福啊 最后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知道啊 基督在我们心灵里面的那个丰盛 知道吗 这次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今天还有很多人追去追求的 不是这个 最主要的福分 还在追求什么 这个物质上面 你看 我多么好神祝福 我大洋防大气 我可以讲这个东西还是启次的 我不是说神不会祝福 但是更重要的 其实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属天的信心 属基督的 这才是最大的福分 所以最大的福分是得基督而不是地上的财富 我再讲 地上的财富不是我否定的啊 但是最大的福分是得基督 彼得前书第3章10到第12节里面 这一段整段话我是一起来讲 因为人若爱生命 愿看到好日子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因为主的眼 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 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辨年 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觉得彼得 他说的非常好 其实这一段话彼得 我相信他是 受到这个诗篇34篇12到第17节这段经文的这个影响 这个读经是很重要 要留意我们今天常常会说 因为说彼得他在用这些经文的时候 可能跟就业所 不是完全好像背起那个背 那个就业的经文 然后就完全根据这个诗篇的来写 我们来看 诗篇这里的意思 诗篇第34篇第12 一直到第17节这样写到 有何人渴望生命 爱慕长寿 好叫他得见良善呢 就要禁止你的舌头 不出恶言 不出恶言 你的嘴唇不说诡诈 要离恶行善 寻求并追求 和 慕 和慕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 他的耳朵也向他们呼求 敞开 敞开 耶和华向行恶的人辩言 要从地上 剪除对他们的 记忆 义人呼求 由耶和华听见了便拯救他们脱离一切 患难 留意 刚才我们 看到了彼得 前书这里 三章 10到12 其实再读一次 你就会发现到他跟诗篇里面的这个教导是一样的 我们就留意到彼得在从小 可能他在会堂里面学习这些经文都是他们唱的 自己已经直接的在影响着 彼得他 更重要的是在跟随着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面 他对这些的 经文的体会 肯定非常的深 我必须说对经文 我们会背一个经文 跟对这个经文的体会是两回事情 对不对 有很多人会背很多经文 但是你发现到他们对经文没有办法体会 但是 当彼得在这里三章10到12节 他引用这些旧约的经文的时候 我相信是他以前 神的话已经在他里面 他们以前没有照背的 他们抓取的是这些经文的什么 的这个经义 经义我们要抓的也是经义 有很多人会背但是抓不到那个经义 我就讲一个例子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次我们的这个家庭的这个 不是家庭我们的 退算叫退休营 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弟兄突然起来的 他就说 基督爱教会为 你们爱妻子 要向基督爱教会这样 为教会舍己 这个为教会舍己 他好像读了那么多从来没有发现到 一直到那次他去了之后他说 原来丈夫爱妻子 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 为教会舍己 这个舍己他那时候才发现到 所以你发现他背吗 会背 但是这 这个为教会舍己的 这件事情 似乎从来没有在他脑子里面 给他一个很大的印象 他只知道要爱情 所以那时候的体会他很深 我们要留意 所以在彼得跟这个耶稣 的日子里面 这些他过去在会堂里面所学习的这些经文 我相信 他的体会是非常深 不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我相信彼得以前可能不是这样 但是等到后来 当他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 他只为基督说话 人家讲讲他自己他都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他为基督说话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 总结 今天就来总结这段 我们大家就是要以基督的心 为心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同心 而我们的蒙昭 是在苦难 逼迫中 我们 去祝福别人 通过这样 我们承受福分 这个福分就是基督的生命 就是基督本身 所以现在让我们来 再读 彼得前书三章8到12节 我们 来结束今天的这个 这个分享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在心里自己读 现在不可以读出口 只有我 本身在这里可以 好 彼得前书三章第8到12节 最后 你们都要同心 彼此连续 相爱 如 弟兄 纯同情 千功的心 不以恶 报恶 以辱骂 还辱骂 祷要祝福 因你们是为此 蒙昭 好叫你们承受福分 因为 人若爱生命 愿看到好日子 就要禁止 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也要离恶 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 追赶 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 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 唯有行恶的人 主向他们 辨言 所以留意 我们的心向着主 要不然我们 就要 就可能会这个行恶 而且要知道 行恶的人 主会向他们 辨言 所以我们本身 看到人 行恶的时候 我们要为他祷告 因为神会向他变脸 变脸 而不是说活该 应该的 我们希望看到他这样 而是应该说 我要为他祷告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来 我们在天的父 非常的感谢你 让我们经过这段时间 也感谢你 让仆人在这里 可以和 弟兄姐妹们分享你 让仆人在这段经文里面的 一个看见 肯定这些经文 还有 其他的一些 东西我们可以学 是父 仆人就在今天 分享 让仆人所能看见的 愿父神 帮助你自己 引导 他们在他们心灵里面 借着你的话 来 帮助他们 帮助弟兄姐妹 使得我们每一个人 都以你的话作为 你的这个 中心 追求你的话 就是基督 你的话 成为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活出 彼得在这里的教导 把一切交托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好 我们就到这里 好